正月的份嶺圍非常熱鬧 在圍村內點燈和太平洋朝儀式中 眾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百名新村藏山的村民身上 他們在儀式中擔任重要角色——神頭 為了這一刻可以履行彭氏後人的責任 他們已經等了三十多年 這句傳統是份嶺圍獨有 亦是維繫彭氏的重要形式之一 彭氏後人又怎看神頭一職呢? 一起來聽聽擔任神頭的村民怎麼說 是一種光榮來的我們覺得 因為你要等幾十年一生人一次 結了婚又要排隊 你會覺得是意不容辭去做 如果可以為村祈福的 如果真的可以求到風祈會信的 我們相信是會好的 那就會做 彭氏雄亦有一二一女 他們在英國長大 彭先生非常重視和子女分享份嶺圍的歷史文化 更加經常帶他們回來 所以我們都經常帶他們回來 如果不是他們會對我們中文的文化 完全忘記了 就是不知道 很多事情不知道 不知道怎樣去做 所以有時我們會特意帶他們回來看太平清照 有時做太平龍潮搶雞毛 什麼叫搶雞毛 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聯隊 為什麼要請神回來 為了什麼 我們都會偶爾解釋給他們 今年因為爸爸擔任神頭 新婚的女兒彭偉兒 特別跟英國長夫一同返港 見證爸爸生命中的重要時刻 我的父母告訴我 每三十四年以後 每三十四年以後 他已經成為婚禮 他成為神頭 所以這是很誇張的感受 可以去參加這個 和看他 看他 看他 很親密的社會 當我來這裡 和我來這裡 和整個家庭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 可以說 Cantonese 和祖父母和学习的草草 因为这很重要 要知道你的草草和家庭的草草 这很重要 我们的两个方向 我们的两个方向 我们的英文传统和中国传统 我们的两个方向 我们的两个方向 乐业归根 彭氏后人对村中的传统 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希望可以将传统延续下去